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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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ffDの 最もprofessional なスプレー缶製品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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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Hi 歡迎收看 今天的老師推車 2021年的 這個叫做 Civic FK-PAR Type R 從它出來我都一直覺得長得很像鋼彈的一台喜美 也就是這個傳說中破兩百萬的喜美 當然它在國外的價錢可能只有一百出頭萬而已 到台灣沒想到兩百萬以上都還有人要買 而且還有這個為數眾多的支持者 看一下這個充滿戰鬥氣息的外觀 第一個引擎蓋進氣孔 做夢也沒想到自然進氣VTEC著稱的本田技研 竟然加了渦輪也用了跟這個Imbresa一樣的進氣孔 然後再來銳利的頭燈加上這個黑色的鋼琴烤漆的水箱護照 然後它這個下巴是這個碳纖維式樣 但是應該不是碳纖維 而且我跟你講最厲害是這個紅色的H 以前喜美有沒有 每一台的LOGO都要換成紅色H這個 而且以前的喜美要去買很多Type R的貼紙 回來自己貼上去 然後前面是這個四活塞卡鉗加350mm的碟盤 然後這個後面是305mm的碟盤加上單活塞 整個空氣力學造型跟前後輪弧的誇張的爆龜 加上這個散熱的這個進氣孔 我覺得整個車都非常的霸氣 看到側面跟這個前面的下巴一樣 有一個碳纖維帶紅線的一個側裙 那誇張的尾翼再加上第二層的小尾翼 那最屌的就是這個兩大一小的這個三黃管 它這排氣管是經過設計的啦 小支的我記得沒錯的話 它除了它的聲音以外 它還負責一些低速的時候 低轉速的時候一些回壓 所以這排氣管的兩大一小是有設計過的 我們就沒做的 所以這個一旦你這個排氣管 如果你自己把它換掉的話 我不認為會比較好開 兩大一小它這原廠的排氣管設定其實就很棒 那它的椅子 方向盤 中控台 全部都是這個 擠皮的 carbon的四條 再帶一個暗紅色的 線條 裝飾 所以我常常在講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消費者 我啦好啦我啦不要講我們 要的只是一個很簡單的東西而已 我不需要你做很多圓形 菱形 我沒有講喔 哈哈哈哈 我沒有講我就是故意不講了 你還講出來 你懂嗎 其實我們需要就是簡簡單單 小小的一些裝飾點綴 然後它是有質感的 而不是那種很爛的烤漆 我不需要你 你花很大的巧思 弄了很多形狀 弄了很多花樣樣式 然後去選了一個LV的布之類的 你類我們也不見得很喜歡 單單純純的好不好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這個 好小時候 只要買喜美 就要去殺什麼 Type R的椅子回來換 然後那時候最多的 K8的那時候啦 我講比較遠 因為除了K8那時候 台灣再也沒有進過 所謂的首牌的喜美 喜美在什麼時候 開始視為了你知道嗎 喜美七代 整個G調了 喜美七代整個偏向家庭版 好他出來跟我說 他後座什麼沒有國� 什麼小的 我聽不進去 哈哈 沒有人聽得進去 不是只有我而已 從那之後就走位了 八代有稍微拉回來一點點 台灣啦 八代開始在路上 才有看到 改裝的喜美 再來一個 我們剛剛試坐過了 他的椅子非常的軟 非常的舒服 這個有一點顛覆我以前 這個對賽車椅的一個想像 覺得賽車椅就是 你要舒服就不包 不舒服的才會包 然後你看他這個椅子的這個大腿部分 非常的厚 就至少10公分以上 所以大腿兩邊的支撐性 非常好 再來你看這側面也是非常的厚 而且你看他厚而已對不對 他這個非常軟 你看喔 一座你整個人是陷進去的 再來最流行的 現在也很多車都有 紅色的安全帶 非常的具有戰鬥氣息 再來一個 你看看他連這個 扣子都做得非常的重 一般這個很容易被忽略 你在扣扣子的時候 他就是給你一個扁扁很輕的扣環 可是他這個扣環是重的 然後當然反皮的這個方向盤 是他原廠的 那我剛好發現一個很落賽的地方 我坐進來對不對 我要調這個方向盤 他調這個方向盤 在超裡面 你看我坐這樣是沒辦法調的 我們正常是這樣就調得到了 我剛摸半天 欸幹他不能調喔 就幹 然後進來的時候 我的手已經卡到腳了 有沒有 喔 幹 對只能這樣 這樣調 好一樣四項 而且他摺 不是這樣摺喔 摺回去很難摺啊 你看 你看我要摺回去 要 欸我已經算長了喔 不然阿呆等一下拉拉看一下不要 我來看你怎麼拉 欸我想看啦 來來來來來來 來相機給我相機給我 我幫你拿我幫你拿 阿呆麻煩你幫我調一下方向盤 摸到沒 在哪裡 不要節目效果認真 真的啦 哇幹 好調好 好然後把它壓回去 壓回去了嗎 壓回去了 喔 欸壓回去你比較輕鬆欸 為什麼 我怎麼知道啊 你換手啊 啊不行 換手不行對不對 換手不行 八度定住的 哈哈哈哈 是不是超深的 太深了 沒錯吧 對啊 所以我剛剛發現這個其實蠻難用的 那這個就跟門板一樣喔 暗紅色的框 再搭配這個卡夢的貼紋的飾板 延伸到駕駛座這邊來 然後把它發動 那這個我們做夢也想不到喔 有一天我竟然會遇到這個喜美已經有跟車了 之後 欸我小時候是從二代喜美開始的 跟我之前講的一樣 你看一個車名字不要改來改去 傳承改 我看到這個車怎樣 我就想起我小時候 坐二代喜美 塞車冷氣就不能的那個小時候 然後有那種回憶感 沒想到它已經長這麼大了 有沒有就跟你看到一個小朋友小時候一樣嘛 就是喔沒想到已經長這麼大了 對明年再來這裡看你 草一張的那麼長 哈哈哈哈 那種概念 喔就會有那種延續感 那當然它這個小螢幕啊 螢幕也是蠻小的 那它這個當然它是英文版的 然後恆溫空調系統 雙區的顯示在小螢幕 幹這有夠小嗎 對啊太小了吧 對你眼睛不好 那可能像老花眼的會看不清楚 然後這個當然是這個 Auto Hall嘛 這個電子手煞車 然後它這裡有 Type R的名牌 我不知道這個總數是到幾樣 呵呵呵呵 這樣是四萬多了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照台數啦 那當然它這個還有這個 R Plus Sport Comfort 三段 三段 R Plus整個儀表都會變成全紅色的喔 然後你如果到Sport的話 就只有部分紅色 然後你到Comfort的話 儀表就會變成白色居多 記得這是電子懸吊喔 依照這個模式下去調整 然後我覺得它這個好深喔 你看 它這個小扶手很可愛 打開裡面 你看 有三層你看 地下三層你知道嗎 在B1嘛 B2 B3有沒有 B3有挑高 好你如果大型的那個 大部的那個有沒有 還是EA7有重量杯你知道嗎 你買過嗎 有啊 重量杯有啊 那有假的啊 有啦我裝的時候啊 去櫃檯買杯子然後自己去裝那個 對啊 你有 有啦 我想說那個沒有完耶 然後這個都是可以單獨拿起來的 有啊 欸如果我想要讓B2去B1可以嗎 那待會兒你覺得可不可以 B2去B1 它既然可以拿起來 那我B2我想要讓它去B1 不行嗎 我怎麼拿起來 啊不行 為什麼不行 卡不住對不對 對卡不住 B1卡不住 所以B2它只能去B2 然後這個小扶手 欸小扶手可以移嗎 不行 扶手是固定的 它這個也是很怕你杯架不夠 除了兩邊門有有沒有 這邊也三個 後座還有 而且它這個全部都反皮側重線的 非常漂亮 就差這邊沒有而已 它這個如果可以延續過來有沒有 延續到這邊拿就算 有沒有 剛剛說杯架對不對 它這個是這個 美龜版本的 後面只有兩座 你如果是歐龜版本的話 後面是三座 掛中央扶手 所以它這個你看它就是沒有中央扶手 它的想法就是把中央扶手已經幫你放下來了 不能拉回去了 那還有一個我覺得它很棒的地方就是 你看它椅背不含苦 然後你看那邊又杯架 門上又杯架 然後它的高音喇叭蓋還有做這個鋼琴烤漆 我覺得其實蠻多細節做的還不錯 而且再來一個我們剛剛有蠻讚賞它的隔音 它這個是雙層 再來一個我們這個之前進化潤腸台幫我們貼的 下面也有 所以它其實隔音的風切聲抑制不錯 它有這裡A柱的縫子把它塞起來 所以它整個這個風切聲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很多 抑制的還要好很多 而且我覺得這個車很奇怪 它越看越看越好看 以前在路上看 兩百元喜美 好過去了 沒了 停在公司每天看每天看 它越看好像越帥 好然後再來這個之前我們顧色有講過 兩個陀峰再加這三點 我不知道是什麼 空氣力學吧 我不懂 好 那就出去處理一下吧 Pafdino 最專業的製作品 力巨人 你自己的車 我以前一直覺得為什麼一台西美要買到兩百萬 兩百多萬 這台新的那時候是大概兩百三 現在應該到兩百五兩百六 不是只有台灣漲價而已 因為這個車連國外二漲價 你知道這當初新車國外應該一台大概一百 這個一百多而已 很簡單嘛 假設兩百三 它賺三十萬 扣掉兩百萬 兩百萬回族六十趴 扣掉六十趴多少錢 一百四乘以六 六十二十七 二十六六八 也太多 哇那新車大概一百二十萬 你知道一百二十萬左右而已 國外的話 所以我說齁 台灣最屌的兩個事情是 可能其他世界各國搞不清楚 就是房價跟車價 第一個台灣房子貴 不用講了 一直漲一直漲也不用講 重點是還沒有住滿 對一直蓋 然後都不能住 對一直蓋 但是沒有住滿 但是價錢還是一直漲 那第一個 第二個是台灣的關稅嚇死人 我說的六十趴是那個什麼關稅 貨物稅加驗車什麼的費用 全部都算進去的 我們都蓋抓是在六十趴 這個台灣的車價是這樣齁 你從國外 不管幾乎是不管哪一國 你只要買了有沒有 買進來 傳運 再加這個關稅什麼 弄一弄 出來到台灣再賣還可以賺錢 呵呵呵 我直播講過我還是在講 有很多的那個車行啊 他是去國外買新車 運來台灣加上稅金 再加上他理論 賣掉還要賺錢 這個就是啊 這個是也是國外買新車回來的啊 然後在台灣賣也可以賺錢 屌了吧 我之前那個有一個同行的啊 還去那個柬埔寨有沒有 買TOYOTA的新車 就在他們當地的經銷訂 然後運來台灣 加上關稅驗車上 無謂無謂 再賣也可以賺錢 屌了吧 所以齁 我真的覺得那些錢 他弄來扶持一些 電池一顆 賣我70幾萬的 呵呵呵 的企業 呵呵呵 啊 氣死 啊 不過你說電池一顆70幾萬 那個我覺得另外一回事 我記得手中還有握一些代理權 你知道嗎 什麼歐寶啊 雷諾 不知道還有沒有啦 反正的媽的 很多東西有創作 以前還有GM 你知道GM嗎 GM就是美國車 美國那個 我覺得真的覺得很可惜啦 那個你又不認真做 不認真代理 只想賺錢拿補助 做一些那些 阿薩布魯又要來買人 我怎麼會買 呵呵呵呵呵 欸我怎麼講那個 啊講稅金啦 好啦反正這個就是 之所以那麼貴就是那些稅金嘛 可是啊我真的覺得 我那時候一直以來 還沒有接觸到這個車 只有在路上看的時候 真的覺得長得像那個鋼彈 實際上喔 我開起來以後我發現 欸真的是一台 有那個百萬喜美的質感 底盤的隔音也好啊 然後車室的用料也好 欸你看 這很多路 耳皮的 排檔桿到它的椅子 不愧是百萬喜美啊 因為在我的腦海中 喜美都還是那個 四五十萬人的時候 就是以前喜美 就是鬆散的代名詞 喔你開喜美一點就差了 喔我跟你講 你開喜美音響開那麼大聲 噗噗噗 絕對是因為什麼 隔音太差 改排氣管 排氣管也會吵 然後裡面 翻個褲子 啪啦啪 Jae 好像要穿著 呃好像它散掉一樣 內裝也都聲音 風切身更不用說 全部轉聲 就到啦 我的記憶還停留在 小時候年輕的時候的喜美 可是第一次開上這個車 我真的覺得 不愧是它百萬熄煤 它這有Sport對不對 不要我不要駕啊 我Sport就好 好來 這個VTAC開啟的聲浪 好 退檔自動補油 輪胎的極限超高 對 對啊好貼喔 對啊超貼的 根本就貼地飛行好不好 你看它退檔 這個油是它自動補的 怎麼 好貼喔 很貼對不對 對啊 完全貼著地飛行 好貼喔 阿達有沒有感受到距離 有 阿達 我們第一次在這個坡開到 鋼鐵 鋼鐵 對 哈哈哈哈 好像很久沒有試這種鐵盒車了 對啊 我跟你講 計M3之後吧 上次M3那台其實也蠻快的啊 啊 新玩子上升 上一次有這樣的感覺 是在M3的時候 好 我們好久沒有試到這種性能車了 會讓你想要 好好的跑一下 別串 別串 對啊 對啊因為太興奮啊 那個雪脈噴張啊 真的發自內心的 真的發自內心的 上次這樣發自內心的 是M3啊 我是SL5 看啦 SL5 你那個是怕 有兩種喔 雪脈噴張有兩種 一種就是說 它的抓不住是讓你沒有信心會怕的 但是我開這台車 我剛剛這樣子一段路 我們稍微這樣小跑一下 我覺得它那個感覺不是沒有信心 每個彎我都超級有信心 你都覺得下一個彎我還要更快 你都覺得說 我剛剛那個彎可能可以更快過去 然後你那個感覺是興奮的 有一點像是你在做那個雲霄飛車 你知道那是很安全的 然後你也知道它是穩穩的跟著軌道在走的 但是你會很刺激 它有另外一種是不確定性的 就是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要出車禍 哈哈哈哈 那我應該是那一種 對我覺得你的SL5是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兩種是不太一樣的 那再來一個就是剛剛這樣一段路開起來 我覺得還有一個跟M3很像的就是 我覺得我的駕駛技術 跟不上那 跟不上這台車子 很多彎它用更快的速度想要過去 那我手來不及 我排檔來不及 真的我跟不上 我不是那種賽車手 所以我們的反應是慢的 再來一個就是 這台車我記得它是這個 應該是馬力比較低的版本 大概是310匹馬力 那它如果是這個歐規的版本 應該是320匹 我記得是差10匹啦 然後再來一個扭力大概在40公斤左右 它0到100的速度是5點多秒 我跟你講它有一個很特殊 它的馬力重量比的問題 它才1300多公斤而已 所以算是輕量有成啦 它的底盤也設定的非常的好 極限可以非常的高 所以剛剛講到一半 因為一上山就 哈哈哈哈 反正就是這個 用想的也想像的到啦 只是有一點超過我的想像 其實對手排車來講 渦輪池子相對是無感的啦 因為你的檔位跟轉速是自己 自己控制的 你如果假設性的 我現在在4檔對不對 那我過這個彎 我不退檔 有沒有 我不退檔 那我現在4檔 我彎中要再加速 那就可以感受到了 那就可以感受到渦輪池 但是正常來講 一個開手排車的習慣 剛剛那個彎你已經退檔了 所以開手排車相對來說 渦輪池子比較可以忽略 再來我覺得空氣力學做得很好 並不是嘴巴講的喔 因為其實今天風蠻大的 其實它風切聲抑制的還蠻不錯的 再來底盤的輪噪聲 我覺得抑制的很好喔 還是排氣管太大聲 哈哈哈哈 我覺得我聽不太到輪噪聲 還有旁邊的車子經過的聲音 其實我聽不太到 應該隔音算不錯啦 我記得我們上次 顧車來車的影片 有人在下面留言 喜歡的人買不起 買得起的人看不上 有蠻多人都說什麼叫好不叫做 可是我告訴各位 這台車在我拍完影片的隔兩天吧 它就賣掉了 買車的這一位人客 剛好是這個 之前也有跟我們買過車的客人 車沒有看 兩百多萬就會過來 兩百全會喔 全會 全慶 所以這個車已經售出了 那我也情商它說 可不可以 但是我還沒拍影片 是不是可以先借我拍完影片 我再交車給你這樣 OK沒問題 這是老客戶 所以這個 有時候喔 我也會有這種感覺 我們有時候可能會是井底之蛙嘛 就像我那時候在問CHR說 這車怎麼會有人買 這句話是真的疑問句 不是一個 嘲諷 嘲諷這台車的句子 我是真的疑問說 這車真的有很多人買嗎 我是真的想知道說 它到底賣得好不好 事實上 其實就像我講的 它還是有 我們不知道的族群在裡面 其實我還是抱著一個心態嘛 一個蘿蔔一個坑 就跟阿呆一樣 阿呆常常在那邊 剛才說它找不到女朋友 可是我說一個蘿蔔一個坑 有一天它就是會出現 只是不一定是女的 所以這個 我是覺得說 有時候是我們不知道的世界 是存在的 買得起的人 它不是看不上 它會買回來 收藏 我覺得這台車我這樣子 開起來的感覺是 其實它是一台非常容易上手的手牌車 它的離合器很輕 油門反應也都很靈敏 剎車我覺得也夠用了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欸我手牌車 我開的不是那麼熟 我來開這種車 會不會很難開 或者是我技術不好 這個車我開不好 我跟你講不會 它這個是一台真的非常容易上手的手牌車 沒有任何的怪癖跟脾氣 它離合器採放的點就是非常的柔順喔 不會讓你換檔有那種頓挫感 我們在開手牌車載人的時候 我們最怕就是人家坐起來有那種頓挫感不舒服 可是離合器的退檔補油 它就是修正了這一點 除了出彎的時候速度變快 這是一個 跟子補油這個還有一個用處 就是讓坐的人不會感受到那麼不舒服 因為你一降檔 轉速一拉 坐的人會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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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會抖會不舒服 可是因為它有幫你補油 所以你不會讓坐的人覺得不舒服 我很喜歡它的一點就是 它的螢幕上是有顯示你的檔位 我以前都覺得這個螢幕上有顯示手牌檔位 是一件很屌的事情 最近不是有那個Focus說什麼 不是Focus啦 福特什麼 發明出什麼 不用踩離合器的手牌 你有沒有看到那新聞 看到我們小時候就有了 現在跟我說 他現在要把它發明 你說你在想什麼 我們小時候就有了你知道嗎 雷諾Twinkel 還有Matisse以前也有 不用踩離合器的手牌 就跟那個以前那個 養樂多車那個叫什麼 金旺 那種好像也是 就是不用離合器 但是你要換胆 你要換胆 以前去遊那個也可以發新聞 我看到電動車做手牌 有跟打電動一樣 不是他沒聲音嗎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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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噱噗噗噗噗噗 還在哪 counselor 人家我不知道 超無聊的 我們玩那個地平線5不是我選那個車 對啊 好像散開我無聲很無聊的 真的要睡著 總之這是一台很好開的車子 很容易上走的手排車 比我想像中的還容易清淨 這個底盤的設定真的也比想像中的 已經超乎我想像了啦 我說實在可能是因為我這個景底之蛙 還沒有遇過這個新世代的這種性能手排車 其實很少耶 WRX STI 手排性能是其實越來越少 總之我覺得它是一台設定很好的車子 而且它如果說我們在維持低轉速 四驅使用的時候其實很安靜 排氣管其實很安靜 也不會擾迷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台自用熱血兩相宜的車子 而且它避震器 這個路超爛的 但是它的避震器雖然會晃 但是不會讓你覺得說很死硬耶 它如果調到R R是不是就是比較硬 方向盤變重了 我幹方向盤變好重 方向盤變重 然後避震器我試試看 差沒有很多 避震器差沒有很多 但方向盤很明顯 變超重 COMFOR不就超輕 COMFOR 對啊很輕耶 差很多 有很多 而且還有間隙 好看 PLUS 喔PLUS也可以 可以看我的指頭快斷了 也可以 我的指頭快斷了 蠻明顯的啦 這方向盤變重真的是 超明顯的 它這個突然加速喔 它那個二檔的全油門啊 那個突然衝出去的感覺是 就是開的人跟坐人都會嚇到 我很久沒有遇到這麼暴力的一台車了 它那個加速算是暴力的 你說那馬沙拉蒂雖然也行 我記得也是5點多秒 可是可能 因為它的那個加速比較線性 你知道嗎 所以你沒有感覺到很可怕的那種加速感 這個二檔的那個 瞬間的那個衝力貼背的那個感覺啊 真的會讓你整個血壓都嚇起來 哈哈哈哈 我上次發的 第一次開的時候 我要出去 要去接我老婆 出來油門一補下去 看我自己嚇到 哈哈哈哈 我幹什麼都超 對啊超充的 車子真的蠻不重的啦 加上300匹馬力我覺得 這個也是蠻恐怖的 好那今天這個2020年的Sleeper Type R影片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要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啦 那我們祝大家老婆都有機會 有朝一日買到一個大王去來玩 這個真的很好玩 下次見啦 掰掰 這車主也是為了老婆懷孕 所以就賣掉這個車子 他很捨不得 阿大你知道結婚要花多少錢嗎 說光結婚嗎 還是婚禮之類的 對啊 就結婚這件事 你知道要花多少錢 我告訴你好不好 會 我還在付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還在付 所以我不知道 結婚這件事情是這個 沒有人能計算要花多少錢 所以這個你看 為了小朋友 然後一台車就 自己喜歡的時候 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不會啦 小孩比較重要 對不對 阿沒有他們這個 這樣子的 真產爆裹 我們怎麼有生意可以做 我們是要人生就是這樣變換 我們就是為了 在他的人生的每個階段 都有我們在 從第一台車到這個 要去火葬場那一台車 小吃汽車 永遠陪伴 好不好 下次見 掰掰